美国国防部官员近日透露,5月27日发现中国进行东风41洲际导弹的射射活动。 这次射射中,东风41导弹投射了多个弹头,并命中中国西部靶场目标。 军事专家邵永林在接受人民网采访时表示,若报道属实,说明东风41已达到了服役标准,做好了服役的准备。 东风41不仅是我国最先进的洲际导弹,放眼全球,也可寄生最先进导弹行列。 目前,我国现役的洲际导弹主要有东风5系列和东风31系列。 据公开信息显示,东风5是一种发射紧急液体推进的洲际导弹,且该序列中的最新型号东风51导弹已经实现了搭载分岛式多弹头。 东风31则是一型车载发射固体推进的单弹头洲际导弹。 据邵永林介绍,东风5已具有载荷大、威力大等优势,但液体燃料限制了其反应速度。 而东风31机动发射,大大增强了其生存能力,反应速度也更快。 但东风31的载荷能力一般,打击威力选于东风5已。 东风41集合了东风5和东风31的优点,载荷大、反应速度快,搭载分岛式多弹头,可更好更有效的打击目标。 中国导弹技术专家和战略专家,量子防务首席科学家杨成军,此前在接受科技日报采访时指出, 东风41从技术上已经突破了携带多个战斗部的难题,可根据需要携带不同数量的核弹头。 军事研究院蓝顺政也表示,多弹头导弹技术上已经不存在太多难点。 邵永玲指出,分岛式多弹头可提升导弹的打击毁伤能力和突防能力。 分岛式多弹头可以解决导弹少而目标多的问题,可同时对多个目标发起攻击。 此外,分岛式多弹头也使导弹的突防能力更强,让对方的反岛措施来不及反应或无力招架,使更多弹头成为漏网之鱼,完成打击任务。 军事专家宋钟平在接受《环球时报》采访时表示,如果外媒报道的东风41已经进行了十次试验的说法可靠,该型导弹应该已接近服役状态。 邵永玲表示,一般异型导弹成功试射十次,应该说已经达到了服役标准, 做好了服役的准备,有些国家的导弹试射三四次就服役了,对稳定性和安全性要求较高的国家才会试射多次,以确保导弹的性能。 东风41作为我国21世纪研制的一款全新的洲际导弹,融合了信息化等多项新技术,不仅是我国最先进的洲际导弹,放眼全球,东风41无疑也可继身最先进导弹行列。